沒辦法 拿起兒童口罩 想幫五個月大的嬰兒戴上 發現根本不可能 口罩直接變面具 連呼吸都有困難 有些家長怕麻煩 乾脆不戴 天氣變冷 也是感染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 不少家長擔心小孩被傳染 都會幫他們戴上口罩 但這回發生拖嬰中心的 男童戴口罩窒息 醫師再次提醒 一歲以下的嬰兒不要戴口罩 特別是一歲以下的小孩子 他氣力很弱 他沒辦法伸回去的 然後你戴著口罩 萬一發生窒息 他要不懂的時候 要把口罩拔掉 不像成人知道 要摘口罩偷偷氣 小嬰兒不舒服 無法表達 醫師認為幼兒戴口罩 會伸手一直抓 防疫效果很有限 以市面上的幼幼款口罩來看 長11公分 寬8.5公分 會蓋住半張臉 新少年肺活量小 一分鐘呼吸達40到60下 口罩戴太緊 會造成呼吸急促 若哭太久 有眼淚鼻涕 近濕口罩 大人沒發現 就有窒息風險 他的整個呼吸的肌肉 相關的肌肉 橫隔膜 還沒有很 有辦法 很有力氣的呼吸 戴得越緊 也有問題 那另外戴得越緊 如果口罩又整個撕掉 那麼整個這邊的氣孔 整個都被塞住 那你根本沒辦法呼吸 醫師表示 若真的到醫院等高風險場所 才需佩戴口罩 大人要時常看顧 戶外空間則不用戴 而不少通勤中心 擔心群聚感染 會被停客 要求戴口罩 醫師認為 窒息的風險 比感冒更嚴重 不需強制規定 防止病毒上升 做好通風消毒 更重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